欢迎回到电视早餐 今天凌晨发生一起车祸的意外 有一辆小客车在行进台北县新庄中和街时 突然失控撞上一辆机车 随后又高速的撞上两名正在路上散步的老人 而所幸四个人被送一之后 是已经没有大碍 而赵志南走向警方坦诚说 是自己救后驾车的 监视器画面上可以看到 两名老人正在路上散步 这时对面突然出现一辆汽车 先是将机车撞倒 之后又高速撞上两名老人 老人企图爬起 不过最后还是痛得站不起来 车祸现场血迹斑斑 赵志的小客车挡风玻璃整个碎裂 被撞的机车也严重扭曲变形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 这起车祸是发生在凌晨四点 由萧姓男子驾驶的白色小客车 在台北县新庄中和街上 突然失控撞上一辆双载的机车 随即又撞倒两名散步的老人 那两个老人在那边 那两个车没脑 都没脑子吃 这叫死的 我们再去 索性四名伤者送医急救后 没有大碍 而肇事的萧姓男子 向警方坦诚自己酒后驾车 才因此酿祸 最后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 依送法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